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以色列希望這個局勢越亂 但是伊朗跟美國現在看起來 好像有一點所謂的另外的默契 我想問一下委員怎麼看 因為CNN也說 美國在中東的防空系統 當然也幫了以色列 攔截了一些伊朗的無人機 然後拜登這個是緊急收架 跟國安團隊會面 也說對以色列受到這樣子的威脅 承諾是堅不可摧 另外他也說 對於以色列安全是堅若磐石 另外ASIS就爆料 剛剛亮哥說了 拜登告訴納坦雅胡 以色列你不要給我去進行反擊 對伊朗進行反擊 然後現在也派出了艾森豪的航空母艦 還有提康德羅加巡邏艦 以及兩艘的驅逐艦到這個地方 用宙斯頓的系統保護以色列 然後當然伊朗這邊也說 如果美國介入的話 也會對等的反應 但是美國說 我們這邊軍隊沒有被襲擊 沒有成為目標 但是川普這邊很生氣 又開始說了 說這件事情真的是代表 美國拜登在中東地區 極其軟弱 過去美國的盟友 如果盟友盟邦的領導人 不聽美國最嚴格的指示的話 不是被迫下台就是會被暗殺 納潭雅胡是一個藝術 很可能他不但是不會被暗殺 不會下台 還可以騎在美國總統頭上 這個在美國的過去的外交史上 也是一個很獨特的例子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這個納潭雅胡的目前的做法是 不被美國白宮所接受 而美國民主黨 拿他毫無辦法 就表示說納潭雅胡的作風 在美國的政壇上 還是有很多的高潭 高層人士在支持 對於這樣一個局面 當然是一個美國很大很大的負擔 但戰爭一爆發 我們先評估的第一個當然是戰損 以目前的第一波攻擊來講的話 這個戰損是相當相當輕微 某種程度來講就是說伊朗的武器 在能力上不管用 實在是很容易被攔截 而且攻擊所產生的成本效益 完全不乏算 是政治效應多於實際上的 軍事上的用途 這個也會被這個以色列視為軟腳蝦 對於這個他伊朗國內 也許用宣傳戰 這個安撫安撫 什麼伊朗雄司 把以色列壓在地下 滿足一下這種虛榮心 度過了大概就沒事了 但是相互之間的互動 接下來以色列怎麼回應 會不會使得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說 任何一場戰爭 你現在評估戰損是什麼狀況 接下來會不會升級 升級包括人員的增加 武器品質的提高 還有規模的擴大 再來就要評估他有沒有外溢 會不會把其他人捲進來 以目前看以色列最想把美國捲進來 其他沒有人想要捲進去 美國也是緊張得不得了 只要看前一段時間 就是一兩天前嘛 打電話給歐盟 打電話給中國 對呀 釋放安撫啊對不對 就是在做這種操作說 你是告訴伊朗 有限制的這個打擊我們可以接受 然後這個過了就算了 互相的交代就下台了 那可是當然對政府 今天算不算有限制的打擊 已經過太有限制了 兩百多顆這個無人機跟搗蛋打成這樣子 但是這個已經是伊朗的軍統工會 要該回去打屁股了 這完全是一點戰績都沒有 你知道那個花多少錢 鐵窮很強啊 你要打一個對手的時候 要打到對手的痛處 不能去管對手的怎麼鐵窮強不強 那這個美國他說他要這個 確保這個地區的穩定 要保障這個以色列的安全 那如果說有人攻擊以色列 包括導彈啊 包括無人機啊 你會幫他防衛 那你又不想要以色列 去打其他真主黨 那我就問美國一件良心話 以色列導彈如果去打伊朗跟真主黨 你會不會攔截 不會嘛 這個叫做單向的一個 一個安全的安排 任何個單向安全的安排 就沒有辦法使得情勢穩定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種 沒有單向安排 因為美國的政治上 是把長期的把伊朗視作惡魔 什麼什麼邪惡軸心啊 他常常把中俄一打成邪惡軸心 對啊 所謂的邪惡軸心 那你現在就製作 現在已經很明顯了 真正的邪惡軸心就是 你美國加以色列 沒有別人的啦 這是國際理論的公論 不是某一個人 兩個人的評估啊 這個事情當然我判斷 是短期內就會作罷了 因為納蘭亞胡 接下去也沒招啊 你要打誰 打真主黨 這又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以色列跟真主黨你來我往 好像到蔡市場買菜一樣一樣 一直都是長期 一直都不稀奇啊 那打敘利亞 那規模更小 因為敘利亞的這些 什葉派的民兵規模跟 真主黨又不能比 那你現在都要調個七千個人 去防止這個真主黨 真主黨的陸軍部隊是能打的喔 伊朗的陸軍是沒有辦法開到以色列 連真主黨的陸軍部隊還真能夠 跨一下之後就到以色列境內會造成 而且最麻煩的就是在於 約旦河西岸的屯肯區 那個是以色列的軟肋 如果說要強攻到以色列 現在境內當然 政治黨可能力有未待 因為那個地帶以色列的防衛跟戰壕 相當的強人 所以剛才阿良哥講說掉了七千個部隊 基本上是在約旦河西岸的比較多 那個地方是沒有什麼 什麼咬不起的堡壘啊 沒有那個所謂像阿爾迪夫卡 要打個三櫃才打得下來 沒有這種東西啊 而且都是居民區 史上會非常慘重 這種代價可能不是內臺亞服能夠付的 所以這一場就當做以色列 插邊球打錯了 那伊朗就回應一下 如果純粹從軍事的觀點來講 兩方面的表現真的都很差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大家 讓我來健康中 drivers 也許會比較好的